各位先生好 今天是我Candy 黎文和大家吃一些马场花生 王俊哥哥自从受伤以来 一复出回没多久就已经舔了两场头马 不算昨天 昨天再爆了一只曼士恩给大家看 这只曼士恩之前已经告冬来马房 已经闯下一番战绩 转到河梁马房之后 终之苦战到昨天终于都赢马 大家记不记得 昨天王俊没骑上去之前 之前是哪个屁股放上去的 就是我们的马场的红人莫雷拉拉肅 今天王俊骑了一只曼士恩 在头场爆了一个冷碗给大家探 一声就爆了出来 这一只有班底的曼士恩沿途在抢放 直路虽然被徐宇石的太阳战马 不停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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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撑他钱一样 博士恩原本我今场都是想找莫雷拉去骑 不过一早就已经是被人订了莫雷拉 莫雷拉要骑超瀟灑 所以就改配王俊 他说因应考虑到这只老家伙 背轻几磅可能会跑得更好 所以就索性改用建杂身试他一阶使试地说 他说对于上次雷神跑第三 何良就是这样去评价 何良就说不是那么满意莫雷拉那个跑法 他说因为这只曼士恩上场在谷草 在内叠被外面的马射过来压住他 这只马靠追 就不是他杀食的本钱 这只曼士恩一直都是放绕战术的 他说雷神上次 马射过来定着跑 根本就违反马性 不是最佳跑法 这样说 何良绝对一点面都不说 不让莫雷拉拉熟 他说这次终于可以展现 这只曼士恩的最佳跑法 就是上次莫雷拉跑这只马 不是跑了这只曼士恩的最佳跑法 他说 爱当杀迈尼 这次自行领放 就可以顺利赢了马 他说在这里也很感谢马主的支持 肯将这只马转到何良的马房 让他试一试 他说这只八岁马可以拿到的头马 是相当难得的 大家都记得 何良季初的时候 那些什么发财宝 被人盖一巴 与龙共母问话的时候 又被人弄一巴 明月声辉 一来到伟达马房 又弄一巴 今天何良说 不是只是别人盖我一巴 莫雷拉我都叫他盖你一巴 那是开玩笑的 那说开又说 我都说香港这个马转 只被那两红在这里顶立 哪两红 就是一个姓潘 一个姓莫的 这两位骑士在香港 真是垄断了整个马场禁制 过两个人都像万能插梳那样 这里插下 那里插下 周围去抽水 周围去骑马 那搞到马场的生态 认真是不平衡 我说小弟跑了这么久 马也都心理不平衡 经常跑了十几元马出来 跑马跑到这样的 不如闭上眼买一场波热 吃了去算数 那这些是个人感受 今天说到希威心 小弟都报过 这个希威心哥哥在香港玩了三个月 足足苦战到最后的年尾 最后的那个轻尔那一日 才爆了轻尔出来 接着就憑着霍利时 就给了两个马亚 希威心哥哥赢 最后希威心都过了去日本发展 当然了 跑了几个月才拿到三场头马 说起来都是南非的冠军骑士 但是希威心早前都说过了 影真是身体好 去到日本 没多久就已经对着日本 AV女优马 就已经起了一条 梅开三度给大家享受 他自己也有份享受 还咧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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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 原来不仅咧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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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他最高層 嘟一聲 火箭地彈了出來 為甚麼呢? 人就夠英俊了 然後原來已經拿到成績之後 直接吸引到有些女粉絲 專程走到希威森神粗的地方 為他加油 兼打打氣 有沒有夏文就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希威森身體好 希威森也很懂得做 是不是認識人人 當然不知道 跟這些馬迷女粉絲合照 又簽名 有沒有抹下車牌和電話身份證 然後還將這些照片上載到個人的Instagram 跟網民分享 希威森吃到好東西 當然是跟大家分享 說起 希威森臨走的時候 如果有機會 我都會回來香港拆騎 不過做人牙齒要當金洗嘛 即是答應了人去日本 那就去日本啦 馬迴都有留我的 但是現在去到日本 已經拿到這麼好的成績 哇 整群女粉絲跟著緊緊 來到香港 跑不出水準的時候 炒一下蝦啊 吃一下蟹就有份 那麼 希威森香港拆騎的時候 支持就已經不是那麼多了 那麼 若然回來香港 究竟有沒有在日本那麼好成績呢 那就真的不得而知啦 不過 小弟都希望看到這個年輕人來到香港騎馬的 起碼老老實實啦 那麼 講開又講啦 那麼 跑完昨天的星期六賽事呢 呵呵聲 很快就到了下個星期日 二十二號的啦 二十二號有什麼事做啊 黎曼 又不是我生日 又不是你生日 二十二號是香港的打比大賽嘛 那麼 就會在三十年就隆重上演啊 那麼 但是呢 原來那些海外的莊家呢 已經是為這一隻 這一場香港的四歲馬 經典賽事系列的一戰呢 已經是定了 已經是初步受注賠率的了啊 啊 人家就認真快想說 已經可以買了 這麼說啦 那麼 一如所料啦 那麼 大熱門 不用問阿貴 當然是那隻 哄一聲 跟著那條尾胎有火花鏟出來的那隻 金槍六十啦 那麼 這一隻馬 十次出賽 九次拿冠軍的擂台等啊 那麼 其他 他的海外的讀贏呢 那麼 現在的初定的賠率呢 就是2.37倍啊 啊 有沒有定點賠率賣的 那麼 這隻一百一十二分的金槍六十呢 在今季裡面呢 已經是贏了四歲馬系列的 首關香港經典一里賽啦 以及次關的香港經典杯啊 若果在一個星期之後 再拿來這一個美關的香港打比大賽呢 那麼 將會是 計住這隻階隆區 2017年的歷史之後呢 就會成為另一匹呢 四歲的三冠王啊 那麼 呂建威呢 這一隻鎮瘡寶和何宅堯的拍檔 華人 華人 連馬主都是華人來的啊 那麼 看看可不可以創下紀錄了 那麼 現在的次熱門呢 是哪隻馬呢 也是呂建威旗下的幸福笑容啊 就是潘頓插騎這隻自購馬 那麼 金槍六十呢 就是自購新馬來的啊 那麼 幸福笑容呢 就一百零七分 金槍六十一百一十二分 那麼 幸福笑容又有沒有銀分啊 那麼 現在初步的獨贏賠率呢 是三點二五倍啊 三點二五倍啊 那麼 第三熱門啊 才到我們的神仙馬房啊 神仙賽那隻 諾雷拉的拆騎那個勝德精彩 那麼 一百零百分 這隻馬 他的獨贏的賠率 初步呢 就是五點五倍的啊 這三匹呢 就是評分過百分的打比參賽馬來的 那麼 全部都是熱鬧鬧的 那麼 看看當 到其時呢 這個海外莊家的賠率呢 會不會幫到師兄去分析一下 香港的賠率 作出一個比較比較啦 那麼 講 那麼 講開又講啦 那麼 金槍六十呢 那麼 和 勝德精彩呢 都是一些未出賽的 即是在外地未出賽的自購新馬 即是俗稱叫PPG啦 那麼 幸福笑容呢 就是外地已經出賽過的自購馬 即是PP啦 那麼 小弟看到一單文章呢 那麼 引述到兩位騎師呢 是怎樣去分析這些自購馬 以及自購新馬 在打比的機會又是怎樣的 那麼 偉達就是這樣說的 偉達就覺得啦 如果一些PPG呢 要送速適應香港呢 就是個關鍵來的 如果要在打比那裏拿到好表現啦 因為他們呢 就已經 因為他PPG的身份來到香港呢 可以由一個低分那裏 一直是贏到去出戰到打比呢 那麼 起碼都要經過很多場的印證啦 即是已經是證明到這些PPG 即是自購新馬 如果可以在四歲的時候 參與到打比的賽事呢 就即是證明到他們呢 在香港已經有一段時間 亦都是一早就已經適應到香港的賽事的一個 補促啊 節奏這樣啦 那麼 這些馬通常都是一早就已經準備就緒 就可以迎接打比了 那麼 偉達就是這樣說的 他說對於自購新馬來講 最重要的就是呢 他們就經過馬房那方面的悉心 要教那隻馬啦 那麼 偉達十三少教馬就不用說了 那麼 他要明白到 令到這些馬 PPG 即是自購新馬呢 明白到這個競賽模式 他們要面對的 通常都是一些已經是有經驗 作戰經驗的自購馬 即是一編了班的時候 那麼 通常都已經是有些自購馬啦 有些自購新馬啦 那麼 已經是對過同齡的對手也有 對過一些年長過他們的對手也有 所以 他們呢 雖然他們的里程 通常都是有餘未盡啦 但是有一成季在香港的經驗 就是 通常 譬如當你三歲來到 跑了一季去到四組 已經累積了不少的經驗啦 可以呢 跑到去打比的時候 其實他們已經是經過相當壓力的測試啦 偉達就是這樣說的 這屆屬於PPG精英的自購新馬精英的呢 當然有上季蔡若翰馬房的聖德精彩啦 這隻也是上季的PPG精英啦 至於另一隻PPG精英呢 就是呂建威馬房的金槍六十啦 那麼呂建威呢 就看看可不可以憑著這隻金槍六十 可以贏到打比啦 那麼偉達就怎樣評價呂建威這隻金槍六十呢 以及蔡神仙這隻的聖德精彩呢 那麼偉達啊 小弟都記得有一次呂建威贏了這隻幸福笑容 拼咪的時候呢 偉達就口鬼馬地走去呂建威那裏 就講英文跟呂建威講的 You are champion trainer 就是說呂建威是冠軍級的騎士 呃 冠軍的練馬師啊 那麼究竟偉達是否當時已經是看到呂建威有些什麼好馬在手啊 是不是有很多子彈啊 那麼會不會已經是有啟示啊 那麼小弟暴風捉影而已 那麼偉達就講啦 他說金槍六十和聖德精彩呢 都有相似之處的 當然不是樣子相似啦 他說他們同樣呢 都是屬於一些自購的新馬啦 來到香港之後呢 就啵啵聲就已經是扶搖直上啦 不過偉達說 好像金槍六十那樣 有這麼強勁加速能力的馬呢 偉達都說 哎 我都好鬼死小見 但是偉達呢 亦都有一些疑問給大家去思考一下 他說目前呢 偉達仍然有個疑問呢 就是金槍六十 可不可以搬到二千啦 就是問題一 但是他說以他在香港拆騎這麼多年的經驗呢 馬匹呢 跟那些同年紀的馬一起去國族打比呢 是比起他國族員打比之後一年呢 去跟那些年長馬國族呢 是同情二千米呢 是更加容易這麼說的 偉達呢 還有一個疑問的 他說呢 他都不肯定金槍六十 就是上一次賽前之前呢 就發燒過來的嘛 他說發燒完兩個星期之後呢 就已經贏了這一場香港的經典杯呢 會不會對這隻金槍六十在打比中的 爭勝機會構成影響呢 偉達也是這樣去有一個這樣的疑問的 但是偉達也是這樣說啦 哎呀 兩手準備呀 大又買 細又買 他說毫無疑問呀 金槍六十呀 都是這一場馬的打比要過這樣說 至於說到另一位騎師潘頓呢 那怎樣去分這個自購馬 同自購新馬跑打比的時候的 那些這樣的機會啦 潘頓就是這樣說啦 他說事實上啊 要到跑打比的時候呢 潘頓就認為自購新馬呢 就比起自購馬更有優勢這樣說 喂喂喂 潘頓你這次打比是奇幸福少傭哦 你那隻是自購馬來的哦 爲何你會贊自購新馬 比自購馬更加有優勢呀 你怎樣跟幸福少傭的馬主交代呀 他說呢 潘頓就這樣說的 他說自購新馬呢 在香港服役了一段時間啦 就是通常就已經是適應了水桶 吃慣本地的雲吞麵啦 還有表現呢 是會較為穩定的哦 他說相比之下呢 那些自購馬呢 通常都是較遲運來香港的 所以呢 仍然是需要有待適應這樣說的 那你那隻幸福少傭都贏了不少頭馬啦 他說很多時候呢 那些自購馬 需要來到香港第二季呢 才可以交到最佳的水準 那麼潘頓就是這樣說了 那麼海外莊家的賠率呢 就兩隻牽涉到PPG精英 一隻就牽涉到上季已經抵觸講的 幸福少傭這隻PP 那麼兩位我們曾經都是冠軍騎士 如何去分析打比裡面的PPG 以及PPG的優點和缺點啦 那麼小弟就講到這裡啦